这一只皮革虫 没了 这个大金马下边经常有非常罕见的小精灵可以抓 之前我就经常到这来抓 我估计刚才那只皮革虫让人给抓走了 其实我平时出来也不是都是每一次带着那个大包 我也有这么个小包非常随意 今天呢就是出来随便溜达溜达 最近呢有点疲惫 自己也是想放松一下 但是呢放松的方式还是出来拍照片 这种大包套小包的方法呢最实用了 平时我不背那个包的时候呢 我就这么分着带着 今天带了两个玩意儿 故事的XS10 还有呢就是这个 一英寸的360度的相机 这是我第一次用360度的相机 顺便呢今天咱们可以聊一聊 这个360相机两个镜头 特别容易粘灰 所以每次啊真得随身带着点那个镜头布 得嘞干点什么事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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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别有惣 使用之后的我的最大感受呢 就是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可以先拍后取景 也就是说我就是举着这根杆子 再接着走 完全不需要去考虑 我的这个相机 有没有拍到我想要的画面 因为它是一个360度的嘛 所以全都拍完之后呢 再在素材里边去找 哪一块是自己想要的内容 所以在后期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自由度 而在前期的时候呢 像我平时一边拍摄 还要再拍视频 真的是很难全都顾及到 那有的时候这一忙 可能就没拍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画面 所以有了这个呢 这一点呢就方便多了 但是呢 我肯定用它只是去拍摄Broad的 也就是说没有说话的部分 比如行走或者说环境 Aroad呢 其实它可以在外边安装一个无线麦克风 但是我就是觉得本来它这个就挺大个的了 然后还在外边挂一个麦克风 叮了啷当的 我就觉得有点麻烦 唯一用它比较尴尬的一点 就是街上人都看我举着一根杆子 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严重我这个 举着根杆子 在街上走和西天取经似的 只要是过了自己内心这一关 那基本上这个相机呢 用起来就比较顺手了 在街上走和西天取经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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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了吧 从武达到现在已经快走到时代广场了 但今天实现真正的目的是想测试一下这台相机的夜景表现能力 但是我现在还没到时代广场了 它就已经差不多快没电了 这个呢也是我之前担心的问题就是它的电池续航 因为如果咱们拿它拍这种行走当中的这种B-roll呢 肯定是全天一直举着它如果续航太短的的话呢 确实是会比较的麻烦 而我自己呢又不想买好几块电池 我试一下我这个充电宝能不能给它续电 还真行 这个红灯亮着说明冲上电了 这相机还挺贴心的 有这么一个镜头盖 是灰胶的 很软 不会伤到这个镜头的表面 但是您看这里边特别容易击灰 还有个毛毛您看 这个360相机呢 它是一英寸版本的 所以它的清晰度可以达到6K30帧 真的是挺沾地的 您想我这个拍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64G的卡就满了 今天啊好在我还背了一张128G的内存卡 看来啊这一张64的肯定是不够 不光电池卡咱们也得有备份 掐一下这两边 上边这个镜头呢就给拆下来了 往上一推就拿下来了 实际上它是这么个模块化 外边这个就是一个壳 里边呢有这么两个模块 一个是屏幕 下边这块就是电池 这个电池自己就有个充电的孔 我插着相机还没块充电 你看无量 我再把它给拼上 然后咱们再试试 你看只在屏幕这一块它也能充上电 上面的镜头 当然这上面镜头自己呢也没法单独去拍照 原来还得是带着整个机器去充 光一块电池上一边充电去 这事还真不靠手 至于买不买第二块备用电池呢 我再想想 现在买什么东西啊都得是深思熟虑 一定要考虑的很全面 真的是这个数码产品啊就是个坑 稍不留神您瞅瞅这一大片 这还是我今天就带着很少呢 就是带了个相机有个小包 然后带了一个这个360的相机出来玩 这就一大片了 家里哎呦真的是东西是越来越多 您可千万别学我 咱职业不职业这个东西就尽量控制住了 一定要控制住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这根刺牌杆还挺长的 据说是1米2啊 这样显得我好像挺高是吧 我呀要不是因为有这个四拍杆 估计我拍出来的呢都是人群的后脑勺 对于我这种个矮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好吃了 简直就是把我这胳膊给加长了 看这广场上千奇百怪的人 我举个杆子走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奇怪 我这360也没电了 相机也快没电了 玩的挺开心 出来溜了一下 得嘞我也该回家吃饭了 夏天除了天黑的晚之外呢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感觉特别的热 晚点吃饭也没啥 得嘞千万别让我妈看见 我妈又知道我晚吃饭了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追光笔记 我是艾莉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回再出来一块儿逛街